剛才大家沒有反應 聽到聲音 現在買了小便的事 我想問大家 你們看完之後 第二段短片 如果你是賣家 你會覺得這個智商是想推介什麼 有沒有人拍到 我自己本身 如果我是賣家的時候 我會知道他推介什麼 例如他接這個波波 推介他接這個波波的技巧 可能推介這個波波的材料 那個膜表的堅硬度 也推介他有不同顏色的波波提供 我自己是賣家就會覺得是這樣 但如果稍為可以做一些小小的簡介 其實不需要多的 這個重點是簡介 其實賣家當他看完之後 第一時間他會很深切地了解到 他做了一些智商 他所做的產品 一些上面的功能 他的特質是什麼 因為這個面條在我們的網站 Megasoft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部分 就是他會說 當賣家我要去個網站的時候 他看到有一點就是寫著 叫做產品影片的時候 其實賣家按下去 其實將一些參與商 他呈交到產品的影片那裡 就會完全都會輸出來 這些是免貴的 賣家在深海上 他在一段時間 我想他一定會看到產品的影片 然後繼而再找一些有產品上面的智商 這樣便可以知道了 其實這方面的推廣 再重新駛調 其實都不用錢 但是你說浪費的時間有多少呢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曾經嘗試做過這方面的demo 因為我都怕煩 做過大期大概都是十分鐘 而那個上載的過程呢 也都很簡單 在你的工人袋上面 其實都會教你 例如說 你怎樣去上載一些產品影片 在這一方面的程序 大概都是我騙你們 我試過都是十分鐘 其實你出來的效果 其實我不是銷給你們 但是這個不用錢 你看回功能上面 那個效用上面 覺得的上面我是怎樣呢 可能大家心思有數 我們都不需要再花太多時間 不需要再花太多 希望就是說 資料回去 上載一些 有一段時間可以 添加給我們 因為時間都比較廣 未來差不多八月了 因為我們已經是 六月底 已經開始做一些宣傳 不停地訂一些電子遊景 出去給一些賣家 在這個時候 也都收到 比上面同期的時間 譬如說一些賣家 一些登記的數字 也有上升到 相對來說 也都很多的大家 例如之前一些賣相 很乖 所以賣了相片 也都可能在這方面 吸引到賣家 去做一些小小的部署 未來大家收到來參觀的 在這方面 宣傳屋 那裏 我講到這裏為止 未來那一部分 我會講一些處意事項 這個處意事項